各位,廣深港高鐵的條例草案 在上星期五已經刊了獻 這亦都標注著一地兩檢的三步走程序 已經走到最後一步 其實深圳灣十幾年前已經落實了一地兩檢 沒理由今天我們在高鐵站是做不到的 因此我們希望這條條例草案來到立法會的時候 可以大家用一個理性務實的態度去審議這條條例 亦都希望各位議員以市民的利益為依歸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上星期日我去了廣州一些公務 我乘直通車去 結果我花了兩個小時才去到廣州 接著去到那裡已經有點暈眩了 還要是在內地過了那個關 又要排隊又行 最後我兩個半小時才出到那個關 如果有一地兩檢 我在香港已經一早過了兩個關 到了內地一出閘 就已經可以去我想去的目的地 真是省時又方便 我用了整個行程去想 究竟高鐵是否有競爭力呢 我在想我如果坐高鐵只需要48分鐘 用260元就可以去到廣州 我坐直通車用兩個小時都要210元 這樣看來高鐵的確有它的競爭力 當然我們認為車費還是有點高 我們希望在通車的初期能夠有些優惠 令市民更加方便快捷 可以去到它想去的目的地 發揮高鐵應有的效益 亦都希望一地兩檢能夠盡快實施 待會兒 香港火車 李宗盛 警員 這次要也請你 讓你去前一口 為了 材料 我們可以坐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